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伯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盲200C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 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 預約袁醫生會診的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 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一種療劑 這次和大家介紹這個療劑 叫做烏頭 烏頭 Econe Napelus 英文叫做Monkshood 烏頭 烏頭是一種植物 在歐洲 瑞士 德國 瑞典 很常見到的一種植物 這種植物 有個名字叫Wolfsbane Wolfsbane 即是狼毒藥 狼吃了會毒死他們 很明顯 烏頭是一個很強毒性的草藥 所以千萬不能用植物本身的釘劑去用 但在同位療法 我們知道所有的療劑都經過很多次的稀釋 所以一般用到在同位療法的療劑的形狀之下 是根本完全沒有毒性的了 大致有他的療劑 那個療劑的療劑 好了 大家都看過歷史 有美國總統華盛頓 他是怎樣過世的呢 原來有一次 華盛頓本身是一個很健碩 身體很健碩的人 身體很健碩的人 但他有一次就受了風寒 冬了冬了 然後就發高燒 於是就找當時的醫生去處理他 但你知道在華盛頓的時代 那個醫療大部分都是用放血的 看到他突然來得這麼快高燒的人 第一個醫生來就幫華盛頓總統 將軍幫他放血 放多次之後就沒有什麼見效 然後又再放多次了 那個情況的消息也沒有低度 接著又帶第二個醫生進來 大家做回診 第二個醫生見到的情況之後 都沒有你再放一次血 但也都好像又聊下不章 又做一些吸血蟲 起碼幫他吸血 幫他放血 希望可以降他的高溫 接著都不行了 第三個醫生來幫忙 但都是幫他做第四次放血 到那個時候華盛頓將軍 已經說夠了夠了 不要再幫我放血了 結果華盛頓就是這樣死的 他都是因為一個很健實 身體很強壯的人 突然出現了受寒 因為受寒出現高燒 結果被當時放血的方法 醫死了他 在同位療法的 認識同位療法的醫生 都會想到其實 當時如果有位同位療法醫生 幫助醫治華盛頓將軍 其實他就會選這隻療劑 叫做烏頭 烏頭是適合一些體質健強 高大威猛 很健碩的人用的 那一劑的烏頭 很大機會華盛頓就得救了 好了 大家要了解一下 認識烏頭最重要是 寄一個很重要的字 那個形態 我們叫picture 那個畫面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暴風 暴風tempest的中心 就是一個暴風 那就是說烏頭的陣營 好像暴風一樣 來得很快很突然 是和很強烈的 那在同位療法 這些突發來得很快的療劑 除了烏頭的癲劑 那個癲劑也是 癲劑的症狀 都是來得很突發的 那很多時候 烏頭的人就是出現一個症狀 就是很焦慮很驚恐的 尤其是一個媽媽下 可能半夜生間 打電話給醫生 就說我兒子 就早上好地地的 但一到下午一點鐘 就突然之間病得很厲害 那他本身已經是很堅實的人 他不知為什麼 突然之間變成這樣 那通常呢 這種情況呢 我們會想到這些療劑 突發性的高燒 他人是一種驚恐的神態 我們會想到烏頭的 那烏頭很多時候 那個起因就是驚嚇 有些東西嚇到他 那他知道一般驚嚇的症狀 他人就是失語了 講不到話 他人震震震震震 他人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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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也有些人說這是同一個療法的震靈劑 同一個療法的Variant 一個人突然之間出現這些 腎上線都升高了 身體是震震驚驚 充滿恐懼 嚇到死去到快要死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症狀 在這些驚恐的襲擊之下 他們通常會感覺到手指和手 有一種麻木的針刺感 另一種可能會出現驚恐的心態 就是突然之間的痛 有些是尖弱的痛 好像心臟病的尖弱的痛 突然之間發現這種痛 人就怕都發癲 記住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使用的療法就是烏頭 除了烏頭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貝谷花藥的急救藥 所以在同一個療法 這個是應該常備的急救療劑 對於心臟病發的情況 手麻痺 他很害怕 大概這些是很多時候 心臟病發作時的症狀 心跳都很厲害 那一劑的烏頭 很大機會立即可以幫他舒緩 慢慢去的時候 遇到這些情況 你都要把病者送回醫院 其中的期間裡 其實你可以做些事情 使用烏頭是最適合的 所以這個療劑的很重要的症狀 就是恐懼、焦慮 以及驚恐的panic attack 另外一個療劑是 新的Ascenicum 都有這些焦慮的症狀 那兩者很有趣的地方 新的Ascenicum 就覺得他快要死了 即是很害怕就快要死了 那那個Aconi 烏頭就覺得他現在正在死 即是他自己正在死 那什麼情況可以觸發烏頭的症狀出現呢 其中一個就是有乾有凍的風 即是冷乾的風吹到就出現了 突然之間 那有些人可能呢 早上起床 在一個 因為受了寒 喉嚨 受了寒乾 有乾 冬天的下 就突然之間 一早上起床 喉嚨就很痛 那這種因為是乾凍的空氣 引發的喉嚨痛呢 那療劑呢 就是那個烏頭了 OK 那還有一種情況呢 就是 宋文仔出現那些 酵酵 就是 這種通常呢 就是很嚴重的 傷風 和呼吸的毛病 可能是遮液管炎 那宋文仔嬰兒 很多時候呢 是會出現這些 肺炎的 那 其中一個表面的症狀呢 就是 就是 那種這樣咳嚨 是很大聲的 它是敲敲的 那樣的 這種情況都是這個 所以你看到呢 那個 烏頭的重心呢 我們用三個F字 Fast onset 就是來得很快 Fever 發燒 Fright 是驚恐 還有Fear Fear Fear 都是恐懼 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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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就是恐懼 那 那 那 我們曾經說呢 其實呢 另外一個療劑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Beladonna 那個 那個 Dinke 都很適宜 這種突然之間的突發性的高消 那大家兩者之間 你怎麼去分具它呢 分別它呢 第一呢 你看看那個棉 那小朋友的棉 比如如果是泛紅的呢 紅薄薄的呢 這個呢就是那個 Dinke Beladonna 這個 這個就是污頭的症狀 那當然呢 你留意一下 大家的天氣那方面 是當時什麼的環境 OK 那麼我們在同一個療法呢 也都有很多其他的療劑呢 是處理一些突發性的高消 比如一個療劑叫Pyrogen Pyrogen 是熱源 熱源這個療劑呢 是那些 就是那些 感染那些 骯髒那些 那些膿那裡 是再製造出來的一個療劑來的 那另外一種就是Bactisia Bactisia Bactisia 是熱定草 那通常呢 我會叫做 toxic的 的症狀 它很髒了 口臭臭 那天它很溫溫頓頓 有高消 神分之軟 那這種情況 出現那個病呢 我們就 會考慮那個 熱定草 那個是Bactisia OK 那就是 這個療劑 記住 就是 那些 嚴重的 心臟病發 吸性的 肢液股炎 吸性的 傷風 烤烤 還有 那個 扁桃腺炎 那也是 對付那些 因為嚇傷 因為受驚 嚇傷這個療劑 好了 那另外一個 關鍵的症狀呢 就是這個症狀呢 通常呢 是晚上更差 就是五間 晚上更差 這個呢 跟另外一個 新的 療劑相似的 因為 療劑也是晚上更差 OK 所以你都要 可以 都要想辦法 分辨一下 這樣 好了 那烤頭利 也是幫助一些 嬰兒的 突發的肺炎 OK 突發 記住 突發的肺炎 或者那個 扁桃腺炎 嚴重的喉嚨痛 就是突發的 因為受汗 是引發的 OK 那 通常呢 在這些 這樣的嚴症裡面 烏頭的嚴症 我們叫做 其實是嚴重 但是呢 是乾淨的 就是你看上去 是很乾乾淨淨的 就是沒有什麼痰啊 沒有什麼很骯髒的症狀 但是當然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病 但是呢 表面都是乾乾淨淨的 這是一個功能性的療劑來的 烏頭呢 可以說是非常之非常之好用 好了 還有一種情況 大家可以想到呢 烏頭也可以幫助一些 因為心臟病發育 暈倒 記住 很嚴重 那他們主要的感覺呢 就是那個心臟很痛 那他們就很驚恐 他們就快就快不行了 OK 那還有一個情況可以用呢 就是有些生物仔發惡夢 哇 一醒了之後呢 半夜的聲音在那裡 在那裡呱呱叫啊 怕到死 那這種也是一種受驚的惡夢 那就可以 烏頭也是一個很好的療劑來的 好了 還有一些處理一些 那些人怕黑啦 怕鬼啦 就是很多那些 東驚西驚很多害怕的 也有很多人呢 是怕那些 那些 那個廣場的恐懼症 就是怕去一些 出去一些 空曠的地方 那他們就很害怕的 他們就不肯出街的 一出街呢 他就有這種驚恐的症狀 就會出現了 那也有時候呢 你會發現呢 那裡有些人呢 是不肯去 不肯去上飛機 因為他們覺得 怕的 有這種這樣的 飛行的恐懼症 那也有時候呢 那些人呢 不肯出街 以前好地地的 那現在突然之下 叫他出去出去 出街呢 他就發到 怕到會失控的 好了 那還有一種情況呢 就是譬如有些人呢 是經歷過 差不多臨死 即是很接近死的 這種經歷 譬如可能是一個 交通意外 差點出現交通意外 或者差點是浸傷 突然之間呢 那個 電梯裡面 突然之間 跌下來 你都很快 那他們的感覺 就哇 死了死了 就快死了 那這種這樣的情況呢 記住呢 烏頭是一個 好好的療劑 那另外一個症 就是痛 OK 那痛的 尤其痛的 尤其痛到發生 怕了 記住 記住 那你可以考慮 烏頭呢 和那個 Chamamela Chamamela 一個尤其常用的 楊金谷 Chamamela 那這兩個呢 都是很驚恐的 驚恐的 情況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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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可以想的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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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種就是海綿 通常海綿的咳是晚上兩三點鐘 突然之間聲音說喉嚨乾痛 還有咳聲很空虛 還有一種回響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就是流化鈎 這個也是一種痰性的咳 烏頭可以這樣說是一個很好的療劑 對於處理突發性的療劑是很好的 所以我認為大家應該在家裡 起碼常避這隻烏頭 在外面去旅行 可能會出現突發性的問題 烏頭是一個很好的療劑 是一個很好的療劑 袁醫生剛才介紹的痛療療劑 覺得適合你自己用嗎 是不是就是你的寧丹妙約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 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